两个小小的生命突然从你的肚子里面 之前在你的肚子 现在是在你的眼前 我觉得这辈子最要震撼是这个感觉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is episode of E-Junkies So today we have a huge star here with us We have Charlie Yang Tsai Nhi Hello Hi and okay I bring this Okay I'll hide Samso Your new movie Yes 所以我就读到说你就花了一天的时间而已 就决定说要接这个电影 那它是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在哪里 Okay 我当时看了这个剧本 其实我真的很快看完 我就是一口气 一个晚上就看完整个剧本的时候 我很能够感受到导演想说的东西 好像里面他设计了神兽 神兽是一个会把人的噩梦吃掉 其实噩梦我们都知道嘛 不一定是做梦可能是有一些你内心很悲伤的事情 哇 我觉得如果真实的状况上真的有神兽会出来把你的噩梦吃掉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 然后里面导演也讲了一个话题是很多人都避开的关于死亡 死亡是大家都知道人生一定要经历的事情嘛 但是很多人都很害怕跟都想逃避这一个话题 不过他敢把他拿出来讲 而且他想引导大家怎么会去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大家敢去面对的话也是一种疗愈 那我就觉得 哇 导演那么有心想跟大家去分享 那么好像很沉重 不过又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 一定要经历的事情 我很想参与 我很想支持他 有哪部分会说让你读的会特别伤感的吗 我看整个电影的剧本还没有去演的时候了 我就已经对于那种 因为戏里面有讲说就是我离开了嘛 跟那个先生离开走了之后 然后先生因为出去海里面打雨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回来 所以孩子一直爸爸怎么突然没有回来 还有那个先生的妈妈就是演雪凤姐演那个阿嬷 这个角色也是自己的儿子再也没有回来 我到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那种痛是很痛的 因为我自己的父亲就是在之前好几年前 也是就是年纪大了然后生病了就离去了 那个我很能够感动深受一点就是 就算你多么的有心理准备 你多么了解生离死别这件事情都好 到你真正要去面对他的时候还是很痛很痛 所以我看到剧本的时候就很替戏里面的这个小孩子 跟这个阿嬷觉得很心疼 反而我的角色因为我的角色是比较纠结的 比较内疚的 因为这个妈妈在之前电影开场之前 大家没有看到的时候就已经跟先生分手了 然后孩子是跟着爸爸留在渔村跟阿嬷生活 她离开了这样 那当一发生事情妈妈赶快回来 赶快回来的时候她伤心吗她很伤心 但是我演的时候不能演得很伤心 因为我不够他们两个伤心 但是其实她内心更伤痛的是那个内疚 因为我现在当了妈妈我就明白了 是不能想象我离开我孩子的 我去哪里我一定要带他们的 但是心里面的妈妈因为有她的原因 跟爸爸之间之前的感情破裂了 所以孩子是跟爸爸的 哇这些都是我觉得生活上面很真实的东西 也是很伤痛的东西 你在新加坡都已经住了蛮多年了 那你在新加坡有什么最深刻的回忆 最快乐的回忆 哇在新加坡快乐回忆好多喔 我的婚礼在这边 我的孩子在这边出生的 看着小孩子出生两个小小的生命 突然从你的肚子里面 之前在你的肚子 现在是在你的眼前 哇那个我觉得这辈子最震撼是这个感觉 那因为你就照顾两个孩子 那你会set aside time 自己的me time 来照顾好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出去 做很喜欢的东西有吗 前几年我觉得我没有 对了 今年整年去年连体到现在 是一个很大的我的转的点 我觉得 因为我之前新手妈妈 我搬来新加坡 我真的当太太 管一个就是照顾好一个家里 我有时候觉得搞不定 我常常觉得 I can't do it 我有这样 我就会跟我现在讲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 我觉得我怎么样 这样 我现在常常就说 我觉得你 为什么觉得 什么都要做到最好 啊 我觉得他讲这个点真的太对 我就第一个反应 我觉得我哪有 其实是有 就是你常常会觉得自己 要把所有东西做到最尽头 因为以前工作的时候 你习惯了工作 什么的我就尽力吧 我就尽力 我常常讲这句话 我要尽力 结果 你现在当妈妈 可能照顾家里面 真的所有东西都是 new episode 全部都你以前拍戏学的功夫 跟这个无权 完全无关 对不对 以前学的什么 跟这个都无关 所以后来我就有一点觉得 自己开始找 找到底那个balance在哪里 对 找的过程中 也同时都一直学习 接下来会有什么计划 就可能在一两个月 我现在没有在想特别的计划 尤其是工作上面 都没有去想 因为好像你也知道 在新加坡也是要看那个状况 就是有没有 适不适合travel 尤其是我的工作比较多是 需要去出国的 那一出国 可能你去到的那个地方 它可能有quarantine之类 我就变成来来回回 就会很长时间离开小孩 对家对我来讲 现在是很重要的 对 那我这个我很清楚 但是工作我还是很喜欢 那我就觉得 现在开始有me time 其实你可以用这些me time 开始好好去写剧本 那可能不一定每次可以在 萤幕前面的 但是萤幕后面也是有很多 因为我之前有导一部戏 有很多creative的 的岗位的事情是 我觉得还有很多我很想做的 或者还有很多我还没做的 所以这块我会继续做 好 那有什么是想要跟观众说 关于神兽的 我会觉得希望大家 会带你们的孩子去看这部电影 可能你们会觉得 它的题材会不会有点happy 因为是有死亡 不过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跟我先生都是有跟小孩子 讲到死亡这个话题了 对 我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机会 因为之前家里面有看到一只死掉的小鸟 对 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就跟他们讲 其实小鸟死掉了 我们来祈祷 我们怎么样去埋葬它 然后告诉它就是其实万物都会有 离开的一天 就好像很happy 好像很sad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觉得跟导演一样吧 就是有一些事情 我们以为小孩子不知道 其实他们知道 你不说不去跟他们讲 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 还可能走错了想法 伤痛了 但是你可能要有点happy 但是你带出来引导他们走的时候 反而他们会可以在里面 讨论一些东西跟relief了 所以我也趁那个机会 就跟他们讲 其实他们的公公 就是我爸爸好几年前去世 他们一直觉得为什么没有看到公公 我之前也是没有说 我觉得那天也就跟他们解释了 好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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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记住这部影片 我看了它 是美丽的 你会哭 但你必须感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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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